欣赏动漫魅力聊不你的心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筷子吸血鬼的故事 很多粉丝催更 可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总是需要时间的 因此小编今天就为大家带来 筷子吸血鬼的第三集 上一次我们讲到 杜克在地狱享受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却被在人间的小梅用魔法将其复活 还没有睡醒的杜克 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就被小梅从地狱给硬拽了回来 醒来后的他当场就傻眼愣住了 这明明刚才还在地狱正快活呢 怎么转眼间就到了家里了呢 正在疑惑的时候 第六感就告诉他 背后有人在偷窥 杜克扭头望了过去 发现了在暗处的小梅 于是就想拿出权杖对付小梅 但是他在身上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 因为权杖在小梅的手里 小梅用权杖把古宝点亮了之后 突然就出现在了杜克的面前 他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这个场景你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在第一集里 杜克刚刚见到小梅的时候 也是这么对待他的 接下来小梅的复仇计划就开始了 当初杜克是怎样恶劣的对待自己的 现在他就要加倍的奉还给他 他用权杖点了一下地板 地板突然塌陷了 小梅坏笑的将杜克一脚踢了下去 看着他掉下深渊 小梅的内心有了一丝的快感 可能杜克在心里想 以后再也不敢读罪人类了 特别是女人 他们复仇之中的样子 简直太可怕了 害怕的杜克疯狂逃跑 可是他不论逃到哪里 小梅都提前一步 在那里等着他 小梅拿着拳杖 一边优雅的唱着欢快的歌 一边嘲笑着杜克 看着杜克那狼狈的样子 小梅终于解了心头之恨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他决定不和杜克玩了 于是飞行一脚就把杜克踢出了城堡 然而乌漏偏风连夜阴雨 杜克刚被踢出门 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一下他彻底被淋成了落汤机 望着屋内温暖的灯火 和屋里面看书的女人 杜克气得咬牙切齿都离开了 故事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筷子吸血鬼的小伙伴们 可以继续关注哦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